好,那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那首先好的模型指的是什么 好的模型指的是有很高的泛化能力的模型 那这里面泛化我们也叫做generalization 那什么叫泛化能力呢 那泛化能力指的是 我们在训练数据上去训练我的模型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模型在测试数据上表现得特别好 那这个叫做泛化能力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训练数据上它的表现很好 它不代表这个模型是非常优秀的 很可能在训练数据上它的准确率百分之百 但是一放到上这个线上系统上 可能准确率直接就变成百分之四十五十了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常见 所以我们所谓的泛化能力一定是一个稳定的模型 既在咱们的训练数据里面表现得很好 也在未来的数据 也叫做测试数据里面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那这样的模型我们才叫做很强的泛化能力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过了 比如说越复杂的模型越容易过拟合 那这个复杂度怎么去评估呢 那其实有几个维度啊 比如说模型的选择 那深度学习模型要比线性模型要复杂 然后呢也可以从模型的参数的角度来去评估 比如说我这个模型呢使用了一百个参数 但是你的模型呢使用了二十个参数 那我的模型其实复杂度要高于你的模型的 所以我们有多个这种方法可以评估一个模型的复杂度 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越复杂的模型其实是越容易过拟合的 也就是参数越多这个模型越容易过拟合 这是为什么像深度学习 其实它更容易过拟合的主要的原因 而且我们在训练深度学习的时候 其实优化算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深度学习本身是很难训练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可能十年之前 深度学习没有那么火 因为那个时候呢即便我们知道深度学习模型 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不太知道 我怎么去更好的训练深度学习 因为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深度学习 基本上都存在非常大的过拟合的现象 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就是添加正则项 是防止过拟合的一种手段 要注意这里面一种手段 也就是说在防止过拟合的这个事情上 其实有很多种手段的 但其中正则的方式 其实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像深度学习里面 我们也可以使用正则的方式防止过拟合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像dropout的方式 去防止过拟合的 所以这里面反正正则 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防止过拟合的手段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叫做L1的正则 它可以产生一些稀疏的特征 所以一旦我们加了L1的正则项之后呢 我们可以预期很多的指会变成零 然后当我们使用正则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设定一些超参数 比如说像lambda这样的 我们都称之为超参数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超参数呢 我们一般使用交叉验证的方式 去选择最适合的超参数的 那我们经常使用的交叉验证呢 我们叫做Kfold Cross Validation 那这里面的K呢 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5 10 20 那这个其实跟你我们的数据量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量本来就很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更偏向于使用比如说更大的K 那甚至极端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有100个样本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K就是100 所以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 然后参数搜索的过程 是最好资源的一个过程 也叫做调参的过程 特别是咱们的超参数非常多的时候呢 那当我们把所有参数组合考虑进来 那这个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组合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去更快速的选择 最好的超参数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而且是非常active的一个研究课题 那这里面我们讲到像Grease 那这是最经典而且简单 而且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它的时间消耗也比较大 但是好处呢 它可以非常好的并行化 然后另一个角度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算法 那这些算法呢 比如像一串算法 或者像倍子优化 那这些算法呢 它会不断的引导你 更有可能成为最优解的那个区域 然后去搜索的 所以这些算法是带有一定的智能 但是这些算法到底相比Grease 有多优秀呢 其实也未必非常的优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这种Grease 这个方法仍然是咱们在AI领域里面 主流的一个方法论的主要的原因